跟大家讲这个是中国时报 工商时报啦 同一个报系的报道 我念一下 它说其中包括了 浙江啊 江苏 河北 北京 都已经拉高了严密防疫的层级 当中呢 江苏省宣布说 14加14升级了 什么叫14加14 就是你去14天 你要集中隔离之后 加另外一个14 就是居家隔离 集中隔离解一晚 还要再居家隔离 所以一来一往 28天 然后呢 这些台商啊 它是引述台商的说法 我觉得它讲得很委婉 但是一听就知道 如果呢 在地被列为中高风险的地区 如果你没有办法顺利反攻的话 工厂方面 不会再等你反攻 意思就是说 反正你隔离28天 你回不来 那你就不要回来了 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他们现在的状况是 你居家隔离 第三天 第14天 你要去检测 检测两次 而且重点是 这个中国大陆蛮妙的 还需要使用两种不同品牌的试剂 来做检测 两个都是阴性 你才能恢复正常的常规管理 这不知道是不是对自己的疫苗 有点没信心啦 来来宇潇老师 所以台商现在 好像有个最新的消息是 海基会 因为每年春节都会办那种 台商联谊会回来的嘛 很多台商都有预告说 在场他们会跟陆委会 或者是海基会反应 如果打了疫苗之后 这个14天是不是还需要这件事 所以还要在争执这件事吗 现在中国的疫情 基本上只能用失控来形容了 我讲几个这个零星的消息 代表在讲石家庄的这个真相 天津说呢 现在呢 这个感染源是来自于雪糕 这是我听到最扯的说法 雪糕 雪糕 雪糕我们吃的那个 大陆说叫 大陆说叫冰棍 现在叫雪糕 冰棍 对 雪糕呢 因为他们老是说是误传物嘛 误传人嘛 从猪头啦 雪鱼啦 汽车连组件啊 电脑键盘等等啊 这是官方的说法 现在最扯是天津 这个地方传出来 误传人是来自于雪糕 但是雪糕总是本土的吧 我们总是要继续问 是谁把那个病毒传染给雪糕 雪糕是无辜的 对对对 还是草莓口味的雪糕 那个雪糕 我去中国的时候吃过 有五种口味了 好 这第一个 第二是呢 那个女F4嘛 刘乐妍说 她楼下的这个人呢 也确诊了 对 她非常非常的害怕吧 这个叫做不小心说出国家机密 所以请看 零星的个案都在发生 虽然我们现在把 目光放在呢 北方 因为北方很冷 刚才 小星有唱北风嘛 所以说现在呢 自有梗的就对了 对 河北省啊 北京啊 天津啊 这个辽宁啊 黑龙江啊 内蒙古啊 基本上疫情是蛮严峻的 而且呢 中国的数字啊 最有趣的地方是呢 它都维持啊 每天确诊一百多 但是呢 各位知道吗 无症状感染者 基本上不列为确诊的真实官方的数据 所以这就是黑树跟冰山一角 哪一个国家会把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对 列为呢 不列为呢 官方确诊的数字呢 所以呢 我说呢 零星的多点开花 而且呢 其实不仅是北方 南方有很多城市 现阶段呢 各个地区啊 包含什么吴席啦 吴湖啦 或是福建的安息等等啊 都发出所谓的红头文件 告诉大家红白喜宴 不要参加 每个省的规定不一样 有的省说呢 这个群聚吃饭的话 上线以八人为限 有的省说呢 以十人为限 你要想想看呢 如果疫情不险峻的话 为什么南方各省 要严正以待 如临大敌呢 这第一个 为大家分享的零星的讯息 这些零星讯息 我们拼凑起来 是不是大概也 也掌握到 或是勾勒出一些轮廓 第二个刚才修行说啊 石家庄现在 也如啊 一年前的武汉啊 但是啊 中共是怎么甩锅的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他说呢 哎呀 其实是来自于啊 农村啊 因为农村的人呢 不适自啊 没有知识 这是中共自己的报道 中国自己的报道 所以他们欠缺防疫的观念 甚至呢 这个没有防疫的知识 照样呢 在呢 这个乡下的地方呢 还是有所谓的群聚 像这样的说法 其实破绽百出嘛 请问呢 农村感染源从哪里来的 还是你是直接告诉大家 这个所谓的大规模的社区感染啊 在所谓的稿城区 就是全中国有70个中高风险区 只有一个是高风险区 就是在石家庄的稿城区 第二个我跟大家讲是啊 真相是什么 我个人的判断 也跟许多的专家学者讨论过 其实真正爆发的感染源啊 是在北京啊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天气震热 听大家 那时候大家关注什么 新发地果菜批发市场嘛 从北京啊 这一个呢 丰台区呢 就开始扩散 到后来呢 北京现在最严重的 叫做呢 这个顺义区嘛 然后呢 上海之前不是有所谓的 这个普通机场附近吗 然后呢 石家庄稿城区 我告诉大家 中共会怎么呢 二次甩锅呢 他的甩锅 为什么说是这几个区呢 他会说是境外感染 为什么呢 因为这几个区啊 就是他的机场之所在 北京首都机场就在顺义区 然后呢 这个石家庄的机场 号称呢 北京第二机场就在稿城区 然后呢 浦东区啊 基本上就浦东 浦东新区啊 就是所谓浦东机场 所以呢 那是中共第二个甩锅方式说 第一个是要误传人 第二个呢 叫做农民没有知识 第三个呢 都是境外移入的 但刚才我说的真相是什么 其实刚才秀卿一开始就已经破梗了 那个 石家庄啊 其实离北京啊 当趟 大概260公里 开车开快一点的话 地图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 两个小时就可以到北京了 开快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而且它是 我说过它是北京的第二机场 即首都机场之外 石家庄这样就第二机场 然后呢 所谓几个副都心啊 因为北京啊 人口2100万啊 几乎快跟台湾人口一样了 所以说为了 而且北京并不是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塞车啦 缺水 所以这几年呢 中国呢 在河北省呢 规划了许多的副都心 就像新庄副都心这样的概念啊 副都心呢 在哪里呢 在所谓的通州 还有呢 这个呢 所谓的雄安心区 所以简单来讲呢 石家庄已经被纳入 或是河北省 这些地方被纳入一日生活圈 北京一日生活圈 所以呢 大胆判断感染源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北京新发地 北京早就已经有零星的社区感染 甚至大规模只是压下去 夏天的时候呢 基本上可以宣称的病毒怕热 等到冬天的时候呢 以北京为中心点 向上就是辽宁省 向左就是内蒙古 向下跟向旁边 因为整个北京是被河北省给包起来的嘛 向右呢 就叫天津 你北京自己扩散出去 现阶段呢 因为为了保护北京 所以呢 北京内封城 所有冀啊 外省的车子啊 通通都不能进来 所以我讲这样的故事 跟这样的背景 以零星的确诊个案 刘乐园的心中化 或是呢 雪糕不能说的秘密 还有呢 石家庄的状况 就是要告诉大家 难道这些状况处在 中国经商的台商们会不知道吗 但我不想要说 所有台商都跟买办一样 就是有人要带风向 带什么风向呢 刚才秀琳讲 14加14 这是14加14加7 这是他们官方自己的政策 这是其一 其二呢 针对自己境外移入 中国我在 90要科苏说过了 他明明自己都要居家隔离 14 现在也要14加14 所以这是中国自己的政策 你在那里不敢泡人家说呢 他们国家政策是如此 然后呢 他们的防疫如零大敌 结果如果你就爱台湾的话 其实台商还是可以回来 你就放梯子架嘛 为什么一定要集中在那个除夕呢 有台商 对 这个抱怨说订不到防疫旅馆 所以说回来成本很高 为什么成本很高 双方都在做防疫嘛 你回来台湾 这个隔离14天 或者我们是14加7啊 你在回去中国的时候 你们是14加14耶 所以我说 有良心的台商 像昨天我在一个参会的场合 就遇到了一个广东的这个 这个台商协会的会长 他也告诉大家说 他隔离了14天 回台湾隔离14天 他提早回来过年 想要跟家人团聚一下 然后呢 不顾所有的成本 因为回来要14天 回去的14天 来来回回一个月就没有了 所以呢 他说他如果要回来 他遵守所有的规定 那至于呢 所谓的绿色通关啊 或是什么台商泡泡 各位想想看 最后一个资讯啊 就连江苏啊 本来啊 无锡啊 跟啊 苏州也要采取啊 特殊的这个台商泡泡 结果这个政策在当地啊 被苏州人民轰死了 凭什么 为什么我们都要14天 为什么台商啊 只要3天 这是中国政府 跟中国人民啊 的怒吼 直接泡轰主管机关 他们的卫健委说啊 谁告诉你台商可以这么做的 结果逼得他们的卫健委 跟苏州市政府出来曾经说 没有这回事 我们一视同仁 所以这个叫做真相嘛 什么叫真相呢 大家各顾 各管各的 他有他的如龄大敌 我们有我们的呢 濒临城下 为了守护 病毒是不分啊 色彩的 病毒是不分两岸的 病毒是不分蓝绿的 当人家如龄大敌 知道自己疫情很险峻 虽然中国都不会承认啊 官方的数字是可防可调 可口感 但是为了我们自己防疫 为了自己家人的安全 甚至啊 这些台商 多数人是守规矩 我刚才说过 昨天我遇到一个 从广东回来的台商 他配合政府的解疫政策 当然他也配合 对岸的解疫政策 只是他无奈的讲 问他一件事情是 那中国疫苗 你能打 你要打吗 他说我很无奈 如果被强迫 我也只能打 叫做没得选择嘛 不打也不行 而且台商协会的会长 是个标杆 我要打给大家看 他说这实在无奈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所以我拿这些资讯 跟他分享 还有那个 我交了一个好朋友 那个中华民国人 谢谢你对我的指教 又来了是不是 谢谢你对我的指教 针对我这些的回应 我想我应该很公语很客观 还有今天没有那个郁真姐 所以说呢 你可以表现的稍微呢 这个缓和一点 尽量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啦 也让世界上的朋友了解 现在中国疫情真实的状况